我們面對當前全球化跟網路時代的挑戰 政府正在推動 5 加 2 產業創新 促進國內產業的升級跟轉型 並且加速關鍵科技的研發創新 以在場的朋友最熟悉的能源轉型跟電力供應為例 我們的政策目標 就是希望讓全國再生能源的發電佔領 可以從現在的5% 上升到20% 當然 在公投之後 我們會宣揚公投的結果 三途現行編業法中停止使用核電的實現 但是 我們仍然會依照環境基本法 非核家園 依然是我們法定的目標 因此 我要在這裡宣示 政府會分農公投的結果 並做相應的法律修正 不過 我們對再生能源發展的決心不變 行動不變 更不會有能源政策急轉彎的問題 所以 產業界的朋友可以對臺灣投資環境 以及政策的一致性放心 同時 我們也會持續建構穩定 多元 而且分散的電力供給 透過長期的政策規劃 逐步降低電力過度集中的風險 提高臺灣能源的穩定度 在這個長期目標還沒達到之前 我們需要電力跨區調度 來維持整體供電的平衡 我要特別呼籲臺灣是一體 各地都需要互動有無 所以 中央地方也要互相合作 才能達到國家供電穩定 以及能源轉型的目標 過去 到現在 在座的先進 對臺灣的產業 科技發展 以及能源的發展 都有非常大的貢獻 我非常期待 各位能夠和政府一起攜手來努力 繼續為國家的發展 一起來打拚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